为什么女性患上阿兹海默症的风险,几乎是男性的两倍? 过去我们总以为,这只是因为女性的平均寿命更长。 但一项发表在顶尖期刊《阿兹海默症与失智症》上的惊人新研究发现, 真正的秘密,可能藏在我们大脑的一种关键营养素里。 而这个秘密,对所有女性都至关重要。 这种营养素,就是大名鼎鼎的Omega-3脂肪酸,尤其是被称作脑黄金的DHA。 它就像大脑的润滑油,对维持神经细胞的健康和记忆力至关重要。 这项新研究,首次在分子层面上,揭示了失智症的性别差异。 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大脑发现,患有阿兹海默症的男性, 他们大脑中的DHA水平是正常的。 但当他们看到女性患者的大脑时,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, 女性患者大脑中的DHA,出现了断牙式的下降。 为什么会有这种男女差异? 答案指向了一种女性特有的生理变化,磁激素。 你可以把磁激素想象成一个搬运工, 它的重要任务之一,就是把我们吃下去的Omega-3,高效地搬进大脑里。 而女性进入更年期后,磁激素这个搬运工数量锐减, 导致Omega-3进入大脑的效率大大降低。 大脑长期缺乏这种关键营养, 就可能为阿兹海默症埋下了祸根。 所以,这项研究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启示。 当然,我们也要严谨地指出, 目前这项研究揭示的是一个非常强的关联性。 未来还需要更多的临床试验, 来最终验证补充Omega-3是否能起到直接的预防作用。 但在这个验证完成之前, 考虑到Omega-3对整体健康的广泛益处和极高的安全性, 将确保摄入足量的Omega-3作为一项有远见的健康策略, 对所有女性来说,都显得尤为重要。 那么,该怎么做呢? 富含Omega-3的深海鱼类, 比如三文鱼、青鱼,或者高品质的鱼油、海藻油, 都应该成为你餐桌上的常客。 关爱自己,更要关爱家中的她。 这个发现,值得让每一位女性知道。 你平时都是怎么补充Omega-3的呢? 在评论区分享一下吧。 我是逆龄研究所,带你速递前沿医学。